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昨天我们讲了两个手套股大哥 Tockgrove和Hatta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手套股小天王Kplus Kplus是手套的小型股 比较受善户欢迎 因为低价股通常是比较容易吃 而且小小力也可以买多 如果它是跟随手套股板一起上升的话 那么可以买多的话 就有机会赚多一点 而且本钱也不用这么多 Kplus昨天有一根阳线上来 开始出现了止跌的迹象 目前的技术形势 它有机会继续上吗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Kplus今天小跌一分钱 收盘在0.305 它今天的波动也不是很大 这是Kplus最新的图形 不过昨天它有一根阳线上来 开始出现了止跌的迹象 之前在这里你看到这里 开始了一波的下跌调整 不过昨天阳线上来 把昨天的阴线吃掉 所以目前开始有止跌的迹象 目前的支撑在0.26 然后低点支撑在0.25 所以它没有跌破这个低点支撑 就开始止跌回升了 而目前的阻力是在3毛4 前高的阻力是在3.605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它能不能继续上升 突破这两个阻力 0.34和0.365 如果能突破 那么接下来更高的阻力挑战点 将在这个0.43 不过这个比较远 所以我们先看 这两个比较接近的阻力 能不能突破上去 打开更高的上升圈 而目前MACD 开始看来将要经差回向上 如果它经差向上那么 它的上升动力将会加强 而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指标 Parabolic 在这里 已经本来是下跌的 现在开始在底部出现了一个小清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也就是说明 目前它开始直跌 有继续回升的迹象 所以 配合这个MACD 还有它的形态 这个Care Plus 我觉得是有机会继续向上攻 然后整个手套股板块 昨天开始大力上攻之后 今天虽然没有什么大波动步 目前的上升机率 是有机会继续向上 打开更高的空间的 好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如果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每个交易热的潜能 十四股及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市战技术分析 咨询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热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咨询 那些我该怎么知道 这是一场話 各路练乱 是不同的 所以是不是 很快 对 听说明栏